前夜來人轉 那你等一下要坐 這行程是誰拍的 你覺得這算是一種懲罰嗎 最後一段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早到陽明山 參加千人起步行活動 但外界關注的焦點 依舊是誓言風波 先是意外透露名模林志玲 懷孕的消息 6日更是說出了 陳菊是肥國瑜的起勢言論 情緒一來 不太願意控制情緒 就給它啪下去 不道歉嗎 當然不會 這個為什麼造成 我們台灣的政治人 都不太敢講話 因為抓住一個字 人家就猛打猛打 胖的瘦的挨的高的 這只是一個形容而已 一次得罪兩個女人 柯文哲認了 發言不當 但就是不道歉 臉書粉專案贊人數 從8月1號開始 到8月31日 從212萬7千多人 跌到201萬4千多人 整個8月損失 近12萬的案贊人數 仔細評估退贊的柯粉 保守估計 就超過了13萬個賬號 怕的話就發 從陽警老金 這不是我的個性 粉絲人數急速消退 政治生涯以來 掉粉最嚴重 碰上大危機 在國客網結盟還沒著落之下 柯文哲努力不讓自己在政壇被邊緣化 但愧人愧與自創聲量是反效果 還是激發正能量 還是未知數 歡迎收看林志鵬李佳華 大體會報導 好